六大電話聊兩天 起來玩玩笑嘻嘻 這只是暖身運動後面兩首歌曲 大家也有起大展身手的機會喔 一隻手指轉來轉來轉 兩個步步搭 台下的小朋友手也可以跟著動喔 好朋友來做伴 四個五個一起玩 一起大聲唱去海邊 海邊有個漂亮的秋美 直打電話不常見別我好想見 不是她陪在那個海邊 孩子們已充滿活力的舞蹈開場 鬥得在一場鄉親 跟著一塊扭腰擺臀 享受著歡樂氛圍 為了吸引鄉親主動親近藝術 文化處以近期最夯的寶可夢做發想 邀請住村藝術家集體創作 藝術蛇生肖 並將其長生藝術村內 期盼透過趣味尋寶遊戲 帶領鄉親主動走進藝術村 跟藝術家進行交流 尋找那個寶可夢沒有什麼不好 昨天去尋找寶可夢的人 還救了一個老阿嬤 最起碼能夠離開教室到這個 室外來活動 但是這個寶可夢有的時候 也有麻煩 有的時候你邊騎腳踏車邊玩 這個圍摘到水溝裡面 那我們就想說用這個構想 剛剛好這個F3 我們想讓它活活起來 所以在F3我們就發明了12生肖 請各位老師設計了一個 很漂亮的藝術的12生肖 我們藏在藝術村裡面 希望各位小朋友能夠快樂的 加導帶著小朋友來找這個12生肖 藝術家強調活動的舉辦 不僅可以讓外界認識F3藝文特區 一山傍海的迷人景致 也能感受屏東藝術家 多元充沛的創作能量 期盼透過美感教育的延伸 吸引家庭主動走出戶外 親近藝術之美 我們覺得這個活動非常好 可以有好玩的 可以給小朋友來自己去找那個動物 現在教育部正在推所謂的美感教育 那我想我們藝術村就是一個 能夠去實現我們整個社區也好 或是學校裡面也好 我這個美感教的 這樣子的一個真正落實 我想藝術村它可以扮演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藝術12生肖造型多元意涵豐富 有草地上的慵懶狗兒 藏身於石塊裡的公雞等 更有藝術家超乎想像的獨特創作 隱身於藝術村中 但就民眾親自走訪體驗角落尋寶的驚喜 生肖寶可夢 一起來尋寶 寶 Aj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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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so